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抵达日本沿国市 并与那里的诸日美军交谈 奥斯汀重申 美国在印太地区保持存在的重要性 奥斯汀还前往日本恒田空军基地 探望那里的驻日美军 奥斯汀表示 中共对美国及其盟友 构成步步进逼的挑战 该地区的美军正处在长矛肩上 奥斯汀本次印太之行 本月稍早 奥斯汀曾邀请中共防长李尚福 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 香格里拉安全峰会的间隙会面 但遭到中共直言拒绝 而美方也明确表示 不会解除早前对李尚福的制裁 在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后 奥斯汀还将到访新加坡 印度和法国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书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